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萌书吴秀波 是的 10月24日呢 吴秀波在香港出席某活动 萌书是敬险萌态 来看一下 活动当天 吴秀波一身灰色竖条纹西装 搭配圆点领带 风流与体面兼备 真是大舒穿西装 想要不帅抱都难呢 绝世好爸爸吴秀波表示 每次去都是为了陪孩子去迪斯尼玩 之前来香港去迪斯尼 去南亚岛 对 带着孩子 其实带孩子要比拍戏累 这个白天在迪斯尼排完队 你应该要排队 要排队 熬到孩子们睡着了 我就可以一个人走在街上 而吴秀波最欣赏的香港男演员 竟然是与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杜文泽 我喜欢一个演员 我觉得他演戏非常好 谁 叫杜文泽 他演戏非常的有意思 他的电影比较就是兔座啊 就是带档 你可以吗 我跟他合作 同俗啊 我也是俗人 不过当被问到最想合作的香港女演员时 吴秀波当场呆住 愣是沉思了十几秒 这思前想后的呆萌样 可是斗的一众女记者花枝乱颤 都挺好的 我真的是想 即将和辣妈姚晨合作电视剧《离婚律师》的吴秀波 大赞姚晨性格非常好 调皮的大叔还把姚晨那刚满百日的宝宝 调侃了一番 我觉得眼睛比他还要大 对 嘴是不是以后还能像他那么大 还要看发展 娱乐新天地 大叔要卖萌 谁也挡不住报道